大理古城 一个充满历史文化体温的地方 这座古城 不单只是代表大理市的象征 更加是象征一种生活的体验 一种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向往 首先我们来追索大理古城的历史 这座古城建于唐代 时至今日已经达到1200年的历史 它见证着无数次的变迁 从古城的丝绸之路 到现在的旅游城市 大理古城是保持着那份魅力 在古城里面超过数百年的建筑物 例如演华楼、超皇宫 它们不单只是代表历史的建设 更加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每一步走到这个古老的家道上 都感受到那份历史的浓厚和沉淀 其次大理古城是以受礼自然的风干而闻命 而海仓山双衣为门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创山的宏伟险俊 以海的清澈灵静 两者互相飞映 形成大理独得的自然景观 无论是登山远眺 或是互相泛舟 都可以让人心亢神异 流年忘返 再者 大理古城的文化底蕴深厚 这里不但有着八族独有的建筑和服饰 同时也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哲人 和传统手工艺品 八族的三道茶 以及各种民间故事和传说 都可以体现到大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民族风情 和独特的文化氛围 在大理古城的北边 以海的西面 有一座历史非常优厚的古镇 喜洲古镇 喜洲古镇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八族在这里得到完美的传承 他们的传统节日 三月街更加吸引着我无数的游客 过来观赏 在这里我们可以珍想到 八族的传统舞蹈 八王V 品尝到八族的美食 感受到浓足的民族风情 喜洲古镇的发展 也离不开现代化的部分 在近年来 喜洲政府则直对于喜洲的保护 和开发力度不断加大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旅游服务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 现在喜洲古城 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 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 现代和传统文化的原名结合 感受到古老和现代的和谐共生 来到这里你可以珍赏到 八族古老而神秘的技艺 八族宅艺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 浸染工艺之一 八族宅艺 标志最传承文化的丰富内涵 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八族的宅艺文化 起源于唐代 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最早期它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民间手工艺 随着时间的变迁 逐渐发展成为 艺术文化形式传承下来 八族的宅艺文化工艺独特 需要经过宅艺 验饰 亮晒 等复杂的工序 每一道工序都包含着 将人的精神 和心血 八族宅艺的图案 一般以自然界的花草 动物 山川 等等为灵感 通过征战的杰择技巧 和丰富的彩色运用 创造出千变万化的美丽图案 这些图案不单只 可以体现到八族人民 对自然界的敬畏和热爱 同时亦都展现了他们 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那么多位朋友 大利古城不单只是一座城市 它更加是一种精神祈祷 记载着 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让我们一起共同珍惜这份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是香港导游小豆子 关注和大利走变大江南北